看看新闻榜 这虽然已经是罗家梁第二次做爸爸 但她依然显得非常兴奋 身着手束服 罗家梁抱着刚刚出生的爱女 来到记者镜头前 小家伙双眼紧闭睡得正香 罗家梁则一脸欢喜 时不时地亲吻女儿的脸颊 她出生的时候是期望多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先帮她 改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谢了 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 其实是我老婆她找到的 然后因为谢了 她的意思是延时的意思 然后我老婆叫苏妍 怀抱掌上明珠 罗家梁简直爱不释手 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熟睡的脸庞 越看越像自己与爱妻苏妍 我觉得她应该像我老婆对的 然后她眼睛啊 然后嘴巴啊 我觉得鼻子可能会比较像我吧 然后我跟我老婆都觉得 因为她是我们女儿吧 所以我们觉得一看 她是我们女儿 这个感觉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 据了解罗家梁的妻子苏妍 抛妇产下爱女 目睹女儿孤孤坠地 不负俩激动不已 当时我女儿Sella 她一出来的时候 她就很快地哭了 然后还有她的眼睛非常大 很快地把眼睛睁开了 已经 因为很多小孩 她生完以后 她要过一段时间 其实把 先会把她的眼睛睁开的 可是她很快 然后我没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都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我 我跟我老婆都哭了 尽管十四年前 罗家梁就已经出场 做父亲的感受 但再度帮女儿捡期待 仍旧有些心慌慌 我儿子的时候也是我捡 所以是挺有经验的 刚才护士也跟我说 他说你就捡这个部位吧 你捡吧 它不会痛的 放心 其实刚刚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时 年过半百 二度当跌的罗家梁就格外紧张 对于已经三十八岁的妻子 也常常百般叮嘱 两个东西尽量别吃 然后走路啊 什么都要小心 其实我一知道之后 我已经告诉她 老婆千万别穿 刚跟鞋了 现在 听不听你的话 我听听听 两人对腹中婴儿的胎教 也是做得相当到位 我们会听一些 我老婆买的 就是一些古典音乐 而且她是开发幼老的 不仅如此 为了记录下妻子怀孕时的点滴 罗家梁还亲自掌镜 为苏妍拍产全血针 罗先生亲自掌镜为我拍下一组产全血针 他说要绕女儿以后看到这美妙的一刻 宝贝与妈咪一体的合影 西日在线 香港报道 最如果要学士兽 判你会见到这样子 我忘记了 你不忘记了